42岁梁鹤群快展绯闻登记结婚 天大的好消息啊 苹果发现有人在新义区护镇事务所 悄悄登记结婚了 但小姐您哪位啊 熊熊想起来就是小梁哥梁鹤群 唯一官方认证的女友Stacy啊 前天晚上 两人才被直击幸幸燃地 一前一后离开了餐厅 接着就在路边貌似吵起架来啊 女子情绪积月夹带动作 不断拍打自己肉作的手 哎呀媒体报道啊 小梁哥背着论级婚嫁的女友在外头 跟别的妹妹搞暧昧是争执的原因 小梁哥春风得意啊 一切都不是问题 争执第三天就带着Stacy来签字画呀 娶回家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证婚人 原来证婚人一直坐在女方对面 彼此不认识啊 有待会再问怎么回事 事不宜迟 既然大家都到了 赶快移动尊驾去办证事吧 看到结婚登记柜台六个字 对于小梁哥来说 应该有点超现实吧 旋即他仓皇不已 接着哈 就跑了 这在演员哪儿出啊 有梁兄到底去哪儿了出来说清楚啊 是这样的 因为你也知道我第一次结婚嘛 就是就是就是因为因为因为今天就是很高兴嘛 就是有一点充满那那我很糊涂 我已经前一天晚上已经装好一个带子这样子啊 那早上出门就出门啊 结果没有带那我真的我也吓到 因为他说大家不开心 那我赶快立刻再做 做机轿车回去你家里又拿这样子啊 那两位是我的那个 呃就是以前工作工作伙伴 已经认识大概差不多有有十多年的时间 应该是年底吧 因为我们跟这个家里面的人都有计划嘛 那因为家里面也都都认同他 包括老爸我妈妈 家里面其实也都是同意这个事情的 一直讲家人该不会是被长辈逼的吧 自然是要问问梁鹤群鹤鹤有名的导演爸爸 梁修生的意见咯 他不错他不错非常懂事 我跟大家和睦相处 也都很欢迎他的了 因为喜事啦 喜事啦谢谢大家祝福他了 到时候再请大家来喝一杯喜酒 苹果余朗奈恭喜恭喜 我到 我走 我要退出 以下咯 叫我例えば 你只想能双龄 你就可以喝下去了